阿里拉 陳時中還唱完 身材活辣的女子 不忘鼓掌還幫忙倒酒陪唱歌 的畫面讓八大業者怒了 可是你做了一個 最壞的榜樣跟示範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比照 你沒有臨距離啊 你也沒隔板啊 你酒杯也是這樣子亂喝啊 從業人員怒批 就算影片是去年拍的 陳時中還是做了最壞示範 沒口罩 沒防疫距離 根本是把規定拋住腦後 我可以這樣做 然後你們不可以 然後我們白白被你停了 去年一個半月 今年六個月 講到停業就有氣 八大從今年的5月15號 全面停業至今 有配飾的業者 還沒有恢復營業 過了整整半年 對 真的是很妥視 我們娛樂業者都配合政府 這樣子半年都沒有營業的 他這樣去帶頭去唱歌 還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對我們很不公平啊 最早停業的是八大 最慢開放的也是八大 卡開放卡這麼久 有藥業者配合忍耐 但部長自己呢 誰要請 我們就開放 有陪似飛進場的顧客 應該要提供 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證明 不要感覺到 只能夠高官享樂 他們不斷的 在嚴格檢討別人 然後放寬自己的一個規定 防疫規範講的 頭頭是道面不改色 網友也紛紛留言 只有他可以嗨唱 別人都不行 白天玩人民 晚上玩小姐 部長的雙標功力 如火全清 記者綜合報導 好